農夫注意 農夫注意 你们最爱的吴怡农又要来了 吴怡农继上回参与高雄霸函游行后 这周六又将现身高雄与陈其迈同框造势 外传他将接任陈其迈竞选总部发言人 而这人选还包含他 白眼女神 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黄杰 对此黄杰表示会支持陈其迈 至于发言人职务 双方合作还在讨论中 坦言不排斥 陈其迈这回强势回归 不止拉拢时代力量 罢韩四军子之一 台湾激进党张博洋也在名单内 在此之前我并不会以个人的身份 来投入其他候选人的发言人团队 不止如此 高雄市议员林志宏高敏林 据传也是发言团队成员 我的确有接到发言人相关职务的这样征询 不过一切都以竞选总部的人事公布为主 至于总干事一职 则由民进党高雄党部主委赵天龄担任 我一定不会缺席 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斗位置 我想就让候选人在做最后的定夺 陈其迈今天卸下副院长职务后 明天将正式投入选战 还没开始上阵 幕僚已透露行程早排满 预计一早将到市场扫街败票 完全符合他坚坚坚性格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